这是一个普通的面馆老板 每天门口都排起长队 并且不断地有人请求合影 而他为人老师本分 唯文诺诺 即使被欺负 他第一时间都是给巴林者道歉 请求他们的原谅 但你以为他这是怂吗 那就错了 因为这个看似软弱无能的男人 曾经是一个奥运级别的退役拳王 结果偏偏有不时像的小混混 触碰他的底线 这一天 女孩满身伤痕地找到了父亲 抱着父亲嚎啕大哭 父亲再三追吻 女孩却什么也没说 因为他知道父亲软弱了整整一辈子 根本不可能为他出头 而且前不久 他曾因为打架找过父亲 父亲得知后并没有为他说话 反而是跑去医院给对方下跪道歉 女孩感觉脸都丢尽了 男人名叫老丁 年近40依旧碌碌无为 靠着一家小面馆勉强生活 由于早年离婚 与女儿的关系十分紧张 若不是因为闯祸 女儿根本懒得见他 但是这一天 一个知名导演突然找上老丁 邀请他参加一场格斗综艺 他们剧组一直在寻找学生时代的高手 面对导演的邀请 老丁当场拒绝 这个残酷的社会早把他的理想磨平 直到不久后 女生满身伤痕地走进了面馆 看到女儿狼狈的样子 老丁赶毛上前询问 不料女儿一把抱住父亲放声痛哭起来 老丁疼在心里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因为自打离婚后 女儿与他的关系日渐冰冷 紧接着女儿的同学找了过来 跟老丁说明了一切 老丁找到了欺负女儿的小混混 没等老丁开口 小混混迎面就是一拳 老丁没有反抗 结果小混混更嚣张了 说你和你女儿一样扛揍 老丁弄了 你羞辱我可以 羞辱我女儿 不行 抬手就是一巴掌 再来一巴掌 满意送力 小混混被打得连连后退 见老丁还手 小混混一拥而上 结果被老丁一拳一个全数放倒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看似老师的大师竟然这么厉害 其实年轻时的老丁 是一个被斩奥运的小拳王 无奈造化弄人 他如今连亲生女儿都没有保护好 痛苦的老丁越想越恼火 当晚便在女儿身旁哭了半宿 一边哭一边道歉 第二天 导演的电话再次打来 老丁一开始并未接受邀请 直到女儿劝他继续自己的梦想 看到女儿的笑容 老丁答应了导演 妇女俩的关系呢 也从此刻发生了变化 可惜的是 老丁常年未曾训练 早已不胜当年 在综艺节目上 一直被对方压着打 种种挨打了半场 才终于站起身 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在一连缺的攻击后 他找准了时机 用一套组合拳当场KO了对方 等比赛结束后 导演想顺热打铁 让他继续参加比赛 只要赢下第二场 就会有2000万的现金奖励 让老丁想不到的是 这一场比赛的对手 竟是他多年未尽的好兄弟 在年轻的时候 放学路上的老丁 无意间撞进了一群在打架的小混混 他不想管闲事 不料刚走两步就被叫住 想到即将参加奥运会 他再次忍了下来 没有想到挨打的人 竟是他的同班同学 眼看是同学挨打 老丁不再袖手旁观 丢下兽包后 迎面冲了上去 几个小混混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两三下的放倒了一众小弟 看到小弟全被放倒 大壮当场来了脾气 冲上去就要拼命 不料刚上前就被老丁一把放倒 经过此事 老丁的名气在学校彻底搭响 校霸更是直接找上他 要跟他结拜 就在老丁犹豫之际 大壮手持板砖冲进了学校 打算跟老丁一决生死 可没有等老丁出手 一旁的阿勋拦下了他 你要参加奥运选拔 让我来教训他 只见两人腾空而起 你踢中我一脚 我打中你一拳 两败俱伤 在此以后 老丁跟阿勋混成一片 与他们一起的 还有学校里出名的富二代明浩 为了庆祝结拜 明浩让司机准备了丰盛的大餐 就在他们用餐之际 愣头巾大壮再次出现 手上提着两瓶烧酒 要和他们强行拜靶子 不久后奥运选拔赛开始 天赋异禀的老丁不负众望 完美的击败了每一个对手 可万万没想到 比赛结束时 举办方竟把名额判给了输家 这一刻 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贩毒的教练当场大闹起来 掀了平纹的桌子 好兄弟更是冲上擂台 要给老丁讨个说法 无奈这一切都是徒劳 为了开导老丁 他们一起去酒吧买醉 可临近酒吧时 保安以为成年为由拦下了他们 老丁一听瞬间上了头 当场放倒了两名保安 可打着打着 酒吧的打手越来越多 眼看对方人多示众 他们逐渐落入下风 直到警察赶到现场 这才保证小命 虽然躲过一劫 可毕竟是打架斗殴 起码要被判上几个院 明浩家里有关系 当天被释放 其余三人就惨了 一名黑警直接把他介绍 给了当地的黑帮 接走三人后 黑老大把他们带到了一处小巷 掏出匕首 让他们去楼上干架 还说不做就等着回去吃饶饭 大众一听瞬间恼热 接过了武器跑进了楼道 上凶走到一半时 突然怕了 丢下了老丁转身就跑 只剩下老丁一人冲向楼梯 万万没想到 等老丁找到大众时 已经迟了 只见大壮一脸的番茄匠 浑身颤抖的坐在地上 经历了此事之后 兄弟四人再无交集 老丁更是亲眼目睹了兄弟被抓 落下了一身的心病 更让老丁想不到的是 人造中年 竟在拳击节目上 与大壮再次相见 当时的义气少年 早就变成了中年大叔 大壮也根本不是老丁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打得连连求饶 直到打完全赛 老丁才知道 大壮当年整整被判了20年 大壮也不禁感叹 造花弄人 其实他们四人里 除了有钱的明浩 其他人都过得很辛苦 明浩的中年生活 每天都是打游戏 虚度时光 阿勋则是给明浩打工 当起了私人保镖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明浩这一天突然叫来了阿勋 说要安排他打一场生死全赛 看看他能不能继续当保镖 阿勋一听瞬间就懵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拼命维护的兄弟情 竟只是有钱人的娱乐罢了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辞职 在黑帮的暗箱操作下 全赛被升级到了2亿奖金 黑老大找到了老丁 让他打黑拳输给黑帮的光头 只要照做就能拿到奖金 在黑帮看来 老丁的尊严根本不值一提 不久后 比赛正式开始 老丁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杀进了半决赛 可另一组好兄弟阿勋 却很是吃力 他为了拿下奖金 供儿子读书 先是辞去了保镖的工作 然后顶着40岁的高龄拼命 一开始 阿勋几次陷入被动 本该当场认输 可想到了儿子的学业 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用一记三角锁困住对方 才勉强的杀进了半决赛 万万没想到 等他离开擂台 竟一头栽倒栽定 老丁见状赶忙的上前奉拳 让他立马放弃比赛 却被阿勋当场拒绝 下一场是老丁 对战黑帮的选手光头 若是他打黑拳输了比赛 阿勋就会遇见光头 也必将是有去无回 就在老丁犹豫之际 他看到了女儿坚定的眼神 也在此时 老丁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比赛一开始 光头的攻势很凶 老丁数次的被逼入了绝境 所有人都认为 老丁必败无疑 然而他一直抓机会 攻击对方的腹部 直到自己再次起身 挽回了局面 面对老丁的反击 光头也逐渐的落入了下风 甚至在大厅广众下 说出了黑帮的秘密 我说大叔 你不是说好书给我的吗 咋做我做的这么狠 演的有点过了吧 其实在比赛开始前 老丁就拜托大壮 把两亿现金还了回去 这不仅是为了坚持梦想 更是为了女儿的期望 听到这里 光头瞬间一个爆摔 把老丁重重的摔在地上 又被一面一脚拆倒在地 打得他头昏眼花 眼看父亲落入危险 女儿心里愈发紧张 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可就在此时 老丁的拳头再次握紧 此时此刻 他好像找到了年轻时的激情 甚至主动发起了嘲讽 面对嘲讽 光头一面而上 可这一次他要面对的是 老丁的极限反击 每一拳都直击要海 拳拳倒肉 在一连串的猛烈进攻下 老丁赢下了本场拳赛 可此时的他却陷入了两难 因为总决赛要面对上自己的兄弟 老丁表示自己不打了 自己要推赛 朋友之间为什么要打 而另一边的阿勋 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面对兄弟俩的选择 导演站了出来 他拒绝了老丁的想法 因为这是一场全国直播的拳赛 根本不允许任何意外出现 而为了解决举办方的难题 阿勋决定上台领奖 如此一来 就能让导演下得了台 并表示奖金与老丁评分 好了 电影传说的拳头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哦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